官媒敢跟习总对着干 大街脱贫造假 外灯被曝正在酝酿对北京大动作 爆料人被抓 东航赔税事件逆转 网络炸锅 排除华为 德国终于下定决心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4日 欢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上任以来的核心政绩 脱贫被习近平称之为创造人间奇迹 不过一直以来 中共脱贫始终受到多方质疑 如今就连官媒也自爆家丑 24日 央视记者揭发陕西洛南县脱贫参加 还在路上巧遇所谓保持 保穿 保住 保衣 保藏的重点扶贫对象 无保护 疑问之下 得知安置点无水可用 无法生活 而村里干部为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 急着让扶贫户住进去 不仅如此 面对无水可用的村政 水利部门竟是政绩斐然 被质问时竟抢了记者的手机 扶贫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据报道 央视24日揭露了一桩国家级贫穷村落的脱贫假象 位于陕西洛南县原有四户无保护 扶贫户竟没有居住在集中安置地点不知所踪 安置点反倒是住者工程队 取水设施旁的水泥池子已经废弃 水管上的水龙头更是不见踪影 后来在一个破旧的砖房里 记者遇到了一位无保护冷先生 他提起集中安置房就连连摇头 因无水可用无法生活 现在只好借助亲戚用来存放杂物的小砖房里 当地农民还爆料 为了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 无保护集中安置点的修缮工作 都是匆忙进行 水都没有接通 村里干部就急着让无保护住进去 随着洛南县所谓摘帽脱贫后 这些人的生活根本无人过问 报道指出 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中最基本的底线 但从无保护到建党立卡贫困户 大家的饮水安全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 饮水一栏却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面对质问 陕西省洛南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直接反驳 询问央媒记者是谁家的亲戚 让央视记者直接开骂欺上瞒下 导致脱贫成果参加 此前就有分析指出 中共宣布胜利的脱贫攻坚战 其实是习近平的脱贫秀 因为当局根本解决不了贫困问题 只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和政治运动来作秀 BBC曾从中共的贫困人数算法 以及国际社会和英美贫困标准等方面 剖析了习近平的脱贫人间奇迹的假象 美国之音也曾分析指出 习近平的扶贫战争可能变成对穷人的战争 因为把脱贫作为政府的任务 通过特殊手段达成目标 这种脱贫不可持续 之后贫困还会卷土重来 这样解决中国的大规模贫困问题 没有彻底改革中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白宫高级关于23日披露 美国将敦促其七国集团盟友 就中共在其西北维吾尔族穆斯林居住地 使用强迫劳动而对其施加压力 据路透社24日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 拜登总统将于6月亲自出席 在一个个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 预计他届时会将要点放在他视之为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 尤其是中共之间的战略竞争 路透社报道援引拜登的国家安全副顾问 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达利普辛格的话说 近期将在康乌尔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 将重点关注健康保障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同步经济反应 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以及提升七国集团内部共享的民主价值观 辛格对路透社说 这些都是志同道合的盟友 我们希望采取切实而具体的行动 表明我们愿意就诸如中共这样的 非市场经济体进行协调 七国集团面临的挑战是 表明开放社会 民主社会依然有最大的机会 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 而自上而下的专制并非最佳途径 辛格还对路透社说 华盛顿已经针对发生了 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 对北京当局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 但将寻求与七国集团盟友 加大这方面的努力 美国 欧盟 英国和加拿大 上个月宣布了 对被指控在新疆滥用职权的 中共官员的联合制裁措施 拜登总统的这位高级顾问说 在七国集团会议之前 具体细节依然在制定中 但这次首脑会议 为美国盟友提供了 在这个问题上展示团结一致的机会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 当他们进口的商品是由强制劳动制造的时候 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有所了解 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注入我们的贸易关系之中 华盛顿将寻求七国集团采取明确的步骤 提升我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而这些价值观肯定适用于新疆政材发生的事情 白宫24日表示 拜登将于6月前往英国和比利时 那将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海外 行程将包括6月11日至13日 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总部在上海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日前 爆出性贿赂丑闻 剧中女主角剧传是赢得 劳模空姐美誉的党员空姐 她被举报受上司的教唆 向更高层次的官员进行性贿赂 事件引爆舆论 但涉案的空姐否认事件 并向警方报案声称受人误害 东航则拒绝回应指控是否属实 而是通过各种关系施压 要求媒体人删帖 24日传出最新消息 上海警方通报称 事件没编造 涉事的球某已被刑拘 不过网友纷纷对此表示质疑 据官媒24日报道称 在网上热潮的东航客舱部一经里 被领导安排 寓意谋老总发生关系 并发送不雅信息仪式 今日有了最新结果 编造此消息的球某 已经被民航警方刑拘 上海警方通报称 2021年4月21日 机场公安街道东航员工 尼某报案称 有人编造传播关于其谣言 经调查 球某男42岁自由职业者 通过朋友获取了 尼某的微信头像等信息后 为博人眼球向他人炫耀其所谓的社会关系 以使用自己的两部手机对发信息的方式 故意编造了与尼某相关的不实信息 通报还称 球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尽管大陆网络严控 在上述警方微博通报下面 也夹杂着一些网友的质疑 新冠刚出现时 也有人说是造谣 空姐赔税的事还少吗 见怪不怪了好吧 是不是真的 东航心里没点数吗 推特上有网友表示 东航赔税事件逆转 上海警方不抓嫖客和拉皮条的 反而把爆料的抓了 这么大尺度的聊天记录在网上疯传 不能当证据吗 这水也太深了 自由亚洲的报道指出 在中共已经落马的官员 以及国企高管中 无论男女大多涉及情色事件 或性贿赂丑闻 习近平八年前高调反腐 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 或中共党员被问责 但此类腐败现象 并未见实质性的改变 随着官方对媒体 媒体人的管控持续升级 媒体更难以揭露 此等腐败现象的深层问题 来自德国柏林方面的消息 德国联邦议院4月23日 通过了一项更为严格的 5G安全立法 形同排除中国华为 参与5G网络建设 这一最新的进展 为过去两年来 外界对这个欧洲最大市场 是否会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采取强硬态度的疑虑 画上休止符 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这一新通过的 信息安全法2.0 将对5G技术 不可信赖的供应商 所发挥的作用加以限制 并要求电信运营商在签署 关键5G组建合同时 知会德国政府 新法还赋予政府权力 下令拆除已安装的设备 分显示指出 很可能要等待下一次 德国政府上台后来决定 华为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德国内政部在这方面 将有特殊的决定权 德国联邦议院 将于今年9月26日举行大选 报道员已现任内政部长 霍斯特·泽霍费尔 24日在德联邦议院上的讲话称 如果供应商不值得信赖 就可以拒绝使用 他们提供的关键部件 据了解 由于德国各部委和执政联盟 去年在5G市场准入 这一关键问题上 未能下定决心 关于德国对华为的立场的谈判 基本陷入僵局 当前联合执政的 基民盟 基社盟和社民党 在如何处理华为 德国三大4G基础设施运营商的 特权供应商的问题上 存在分歧 因此一再拖延 该法律的最终版本 则赋予了德国内政部 更多的权利来阻止5G合同 而减少其他部门的干涉权利 比如经济部 后者过去对华为更为有利 按照该法律内容 在德国电信运营商通知政府 购买新的关键5G组件的计划后 内政部将有2-4个月的时间 根据国家安全标准检查该交易 立法者还在法律中增加了一句话 极新的关键5G组件的使用 必须符合德国 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政策目标 后两者已经采取了立场 告诫不要在5G网络的关键和敏感部分 使用中国组件 此外 供应商还必须提供一份安全承诺 而德国联邦意愿也提高了供应商 满足这一值得信赖标准的门槛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